国际来连做荒唐决定 中国女篮吃大亏 美国女篮战斗先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大神聊天 那么我们在昨天晚上都知道中国女篮以2分 那么绝杀澳大利亚队那么挺进的 女篮世界杯的决赛 可以说时隔28年重新入围到世界强队 那么进入到决赛的争夺中 可以说作为我们球员 作为我们主教练郑伟 乃至于来临中心的一把手 姚明可以说都非常的激动 那么同时作为我们广大区民 也是为中国女篮的这种表现 可以说真的是梳理的大拇指 但是在赢球以后 我们知道都是凌晨了 中国女篮的决赛将会在10月1号 也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 那么时间之间的间隔不到20个小时 那么对于中国女篮来讲 体能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那么国际来连这样一动的话 可以说真的是让中国女篮吃了一个大亏 那么我们的对手 美国女篮她们比中国女篮结束的时间少 那么她们的学习时间比中国女篮多 所以说美国女篮她抢得了一个时机 那么对于中国女篮来讲 我们可以说在体能上 我们就输了美国女篮一回 所以说对于国际来连来讲 他们的这种安排真的是非常的愚蠢的 那么也是遭到了我们广大球迷的谴责 我们也是希望中国国际来连能够及时的做出 这个比赛的更改 以至于让我们最后的决赛能够更加公平公正 好了我们现在大声聊题 我们下期再见